大家好,我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给小猫洗澡的一些基本步骤,首先用化妆棉把耳朵的污垢清理干净,然后剪指甲,在避免小猫洗澡的时候挣扎,把我们的手抓伤。 后腿可以这样抱起来剪,剪好了,要给它鼓励,要赞赏,这个可以培养它的自信。 开始开水咯。它现在只有三个多月大。 水温不必太热,也不能太热。 小猫害怕的话,要好好安抚它的心情。 好,然后把全身的毛晶晶的领湿。 小猫洗澡清理干净。 10比1的温水,摇出泡沫,把泡沫挤在小猫的身上。 均匀的涂全身,要避免碰到它们的眼睛和耳朵。 一边锅住在前面。 约粉入龙汁。 饼皮膜炒。 饼皮肚子。 饼皮膜炒。 现在用温水把肥皂都冲洗掉 可以冲多几遍,确保肥皂都冲干净 尤其是肚子胶脏和嘎拉带那个部分 现在准备擦干净 你叫那么大声,你很生气吗? 用这种吸水的毛巾把小毛身上的水轻轻的擦干净 现在准备很准备 用最小的风量慢慢吹 用手指挡着风 风吹不进去的剁小 要确保脆到皮肤的部分也是干的 最后大糕工程了 当然洗好了之后 一定要给小猫大大力的赞赏鼓励 这样可以培养他的信心 下一次洗澡他就会更加的合作 谢谢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